对于许多人来说 八角楼听起来并不陌生 井冈山斗争时期 毛泽东在八角楼上彻夜工作 写下许多光辉著作 从而指引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那么八角楼到底是怎样的建筑呢 毛泽东在这里又写下哪些著作呢 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八角楼 回忆那段令人难忘的往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 五年制小学语文课文中 有一篇文章叫《八角楼上》 文章的开头写道 在井冈山艰苦斗争的年代 毛主席住在毛平村的八角楼 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 八角楼上的灯就亮了 这篇文章中 毛泽东身着单衣 披着毯子边写文章边挑灯心的形象 深深地印入人们的脑海 那么毛泽东办公的八角楼 究竟在哪里呢 毛平革命救治群位于一片开阔的平地上 1927年10月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后 就居住在这里 可以说这里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指挥中心 红军交通站 红四军29团团部就职 红四军31团团部就职等 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在当时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 有十几户农家和小店铺 几分钟就可以走个遍 而其中最气派的建筑 还要属谢氏慎公祠 谢氏慎公祠是建于清代末年 1928年5月 中共相干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这里召开 会后边界各县掀起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 根据地进入大发展时期 1961年3月4日 国务院将这里列为第一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谢氏慎公祠后面有一个院落 红四军军需处以及士兵委员会就设在这里 院落左侧这座土砖结构的两层建筑 就是毛泽东曾经居住的地方八角楼 八角楼的主人叫谢池香 1927年毛泽东来到毛平以后 当地名医谢池香将自家最好的房间让给毛泽东居住 全家搬到了楼下 1928年4月 朱德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以后 也搬到了这里 这是两人在工作之余对意放松的地方 毛泽东居住的地方位于楼上 这是外间客厅 毛泽东常常在这里招待客人 召开军民座堂会 里间的卧室就是毛泽东生活休息的地方 而八角楼名字的由来也是源于这个房间 原来八角楼并非八角形的房子 而是在房子的顶部有个八角形的天窗 八角楼上的床架 茶几和办公桌都是当年的原物 弥足珍贵 而办公桌上的油灯和燕台则是复制品 原件存放于井冈山会师纪念馆 1928年的一天 八角楼的警卫人员从军需处领了三根灯芯 交给毛泽东 到了晚上却发现八角楼上的油灯里 只点了一根灯芯 警卫赶到纳目 但也没有多问 赶紧跑去添了两根 可是后来他发现 毛泽东仍然坚持用一根灯芯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井冈山斗争时期 由于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实行经济封锁 油盐供应非常困难 为了节约 规定团营连级机关 晚上办公只用一盏灯 可以点三根灯芯 办完工就稀掉 连以下晚上值班 只准点一根灯芯 按照这个规定 毛泽东晚上办公 可以点三根灯芯 但是他例行节约 把新天的灯芯挑开了 坚持只点一根灯芯 当时井冈山上的生活极其艰苦 除了油盐短缺 粮食 棉花 布匹 药品等也很稀缺 冬天雨雪天气 井冈山上非常寒冷 战士们没有棉衣 只能穿两件单衣 晚上睡觉时大多盖一条粗线毯 有的甚至睡在甘草里面 毛泽东在八角楼上深夜办公的时候 也是穿着单衣 身披线毯和士兵们的待遇 完全一样 几千人的红军 吃饭是个大问题 当时人们常常通过一条崎岖不平的 扬长小道挑粮上山 挑粮小道总长五十多公里 士兵们挑着几十斤重的粮草 每天要往返两次 异常艰辛 朱德年过四十 仍然坚持挑粮 士兵们看着不忍心 就将他的扁丹藏了起来 没想到朱德亲自动手 削制了一根新的扁丹 并在上面写下 朱德的扁丹五个字 从此 朱德的扁丹再也丢不了了 而他身先士卒的精神 也让大家敬佩不已 这是挑粮途中的一段模拟场景 据说 挑粮道上有一棵核树 官兵们常常在这里歇脚 有一天 毛泽东在核树下问大家 站在核树下能看多远 站什么达到 能看到湖南 也能看到江西 毛泽东说 对 我们革命者就是要站得高 看得远 站在井冈山 不仅要看到江西和湖南 还要看到全中国 全世界 毛泽东高瞻远瞩的眼光 鼓舞着战士们的斗志 引导他们 在极其困难的生活条件下 依然保持着革命的热情 但是 井冈山上的困难 不只在生活方面 由于敌强我弱 许多人滋生出悲观失望的情绪 甚至对革命的前景产生了怀疑 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 毛泽东是怎么回答大家的呢 1928年5月 毛平八角楼的过厅里 毛泽东与朱德 陈毅等人 正在商量即将召开的大会议程 大家一致决定 要首先回答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 毛泽东还指出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 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那么 这个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呢 这还要说到一个人 杨岳斌 北伐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 后来参加秋收起义 他能说会道 还会刻钢板 作画 红四军成立后 在三十一团任团部宣传干事 有一天 三十一团一营营长运一鸣找到杨岳斌 要求天智一面红旗 杨岳斌正与人聊得起劲 听了很不耐烦回答 这什么红旗 这红旗还打得下去吗 什么 你说我们的红旗打不下去 运一鸣指责道 杨岳斌觉察到口误连忙改口 运一鸣对杨岳斌批评了几句 便离开了 但是这句话就像长了翅膀一样 飞快地传播开来 有一次 毛泽东到毛平的农村检查工作 忽然一位农民站出来问他 毛委员 最近有人讲我们的红旗打不下去了 你是怎么看的 毛泽东大吃一惊 他忙问是怎么回事 后来他又给老农讲了半天道理 老农终于满意地离开了 大革命失败以后 当时国民党实行了白色恐怖 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特别是在井冈山创建的初期 我们面临的形势更加的严峻 由于当时的敌强我弱 而且在井冈山创建初期的几次战役当中 空军损失惨重 再有就是井冈山艰苦的生活条件 所以在这时候 在部队当中就产生了一些悲观消极的情绪 对革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的情绪 1928年5月20日 毛平窃世慎公辞内 中共相干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 历时三天 在这次大会上 毛泽东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 指出在各派军阀割据的现状下 中国小块红色割据是可以长期存在的 毛泽东的解答消除了许多人的疑问 在这之后 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开始 打土豪分田地 再加上井冈山反经济封锁的各项措施 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1928年10月 毛泽东在相干边界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重新提到 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 经过长期思考 毛泽东的思想已经日趋完善 于是在这段时期 他借着八角楼昏暗的灯光 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 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 毛泽东从这两篇文章 回答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 这两篇文章也是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 三篇文章中著名的两篇文章 这两篇文章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 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 动力任务还有前途 提出了工农武装格局的思想 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中国革命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决的基础 八角楼上微弱的灯光 成为引领中国革命前进的希望之光 这点星星之火最终照亮了全中国 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着一份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入党誓词 它出自江西农民贺叶朵之手 那么这份入党誓词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 贺叶朵又是如何躲过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搜查 将自己的入党誓词保存下来的呢 国宝档案为您讲述入党誓词里的秘密